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MyRadio的支持者 大家好 我是毓敏 我忙于选举工作 但我都要提醒大家 九月的月费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 因为我们选举也是非常辛苦 经常在街上 我们现在四区 他们个人都有去筹款 但我个人就是没有去筹款 大家支持这个毓敏踩场 为毓敏踩场打气 月费就双倍又双倍 在这里希望大家帮帮忙 为毓敏踩场打气 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费没有呢 未交的话 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 选选你想支持的节目 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建国燕集班 主持郑松泰 跟文之 我们来到建国燕集班了 人脚跟上周一模一样 因为今天郑松泰 现在他出阵街坚的选举论坛 直播着的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他很长期 就看我们 或者其他一些 譬如亦没有营养的话 相当理由 闲戏某都可以听我们 大家的双屏幕 三屏幕 大家打机的 都有几个屏幕 选前一个多星期 大家观众听众 有没有想到 如何吹票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分析过 最主要今次选举 大家都非常冷漠 就我个人观察 基本上比区议会更冷漠 连我附近 连一个街站都没有 然后旗啊 连海报都很少 比区议会 所以就很诡异了 所以很重要 其实今晚我们主要的主族 都和两位谈过了 我们主族就是希望 吹票 吹票就是说 你起码确保 大家听众 你在香港 或者你不在香港 还想着 回不回来 不用想了 一定要回来 如果回不了的话 回不了的 或者是 拉票 用WhatsApp 用Facebook 分享 我们拍了这么多 阿泰又拍 各个都拍的 就是 分享 分享给你 认识的人知道 最好 打电话 回来 WhatsApp 回来 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这次香港真是最后机会 最后机会 很明显 他现在在筛选 可以合他心水的候选人 或者勉强可以 更容忍你的候选人 才选 下次 你怎么知道 他筛选了些什么人 下次可能没得选 所以大家帮手的地方 就是说 常常都会说 流血革命 諸如此类 不知道是不是革命 但流血我们真的不想 但如果连体制内的机会都没有的话 那是真是很麻烦 其实风险甚大 未来会流血 是啊 所以大家不想看着香港 因为你没办法 人家逼你做奴隸 你反抗 自然就会受伤 但是 当然我们不想见到 这种情形 但是 以现在温水煮青蛙 都变成滚水煮青蛙的状况 青蛙挣扎 难免一定会有很大的互相牺牲 今天也看回一些报导 港府又说要准备投票日 那天可能要出动一些特别小组 戒備可能会大规模示威 那些东西 其实心虚了 是不是 心虚了 港共政权现在都心虚了 知道自己 很明显 你不准某些人参选 以及职个别 选举主任决定的事情 那 是不是现在要跟你反抗呢 不知道 就是看回大家 但是问题就是说 看制内 怎样做呢 那真的要靠大家 吹一下票 还有呢 我们现在就想一下 怎样去说服 你身边的人 特别可能 就是我们常说的 港珠 还未觉醒的 觉醒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回 全香港 整个香港的发展的状态 就是你 是不是第一点 你意识到中共 那个打压和压抑的影响 已经越来越大了 那不同人 有不同 不同觉醒的次序 那譬如 譬如 叶浦 可能大亨 黃云达 那些说 2011年 看到民主党出卖香港 那我觉得 哇 那也行 那就是看回 重点 为什么民主党出卖香港呢 就是因为中共厉害嘛 中共的统战厉害嘛 中共的统战厉害嘛 它连中计 或者中招都不知道 或者自己甘愿被统战嘛 我经常都说 最近 中共的统战最高原则 就是 不怕你反对 最怕你不跟他接触 因为你主要接触 接触就是有计谈啦 有计谈就是可以 谈谈下 可以买了 收买你了 我经常都举最近 台湾这个例子 柯文哲 柯文哲 大啦啦欢迎 中共的统战部的官员 来台湾 这个根本是匪夷所思的 就是一个表面上 心绿的 现在呢 搞到被人统战了 那 他说 最不怕你反对 最怕你 最怕你不接触 你接触就行了 你要世界大学运动会 给你钱 所以这个很典型 很明显 这个在台湾发生的事情 其实很多年前 在香港发生了 或者是一直在发生 那民主党是一样的 你跟他谈 那又有交易 又妥协 你一直要求 立法院全面普选 然后你搞个超级区域 超级区域 就是不是全面普选 最大问题就是 他说我给你了 你不是号称 号称 代表全香港的民意 你最大党 反对党 你最大党 反对党同意就可以了 是吧 那就糟了 放了你上台 那香港人现在 就搞你民主党 民主党明显 就是越来越多人理解 其实前几年前 大家有些人不关心 有些人觉得 你们都在政治斗争而已 罵人地不軌 我说不是 法国这几年下来 民主党真是越来越离谱 是吧 就是 不用说了 雨傘革命 到最近那些 雨傘革命的扯后腿 整些狗策队 是吧 就是明明群众帮你打天下 希望可以帮你 争取到梁正在下台 或者是透过这个方式 可以有个政改方案 甚至可以加上 立法院普选下去 有几十万人出来 结果呢 结果你又找狗策队 又拆铁马 帮警察 怕死不知怎样 其实 想起最深层的一个问题 他怕他的既得利益 被剝奪了 这些这样 根本已经是为了职位 为了自己的生存 来到去 只顧自己党的利益 还有有时最大的问题是 不是啊 那些党员还愚蠢蠢 上面那些人收了钱 又不给党 是吧 不给党 然后又没声 还在论坛中 帮他辩护的 就是工党那些 是吧 明明那些钱 黎智英 到底是给党 还是给人 然后他辩护 比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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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给我们运作 一分一毫都是钱 你看看 泛民现在街头都没有摆 不见他摆街站 就是没有钱 就是 那为什么那些钱 走了到那些领导人那里 跟着 好像没有东西那样 那些党员那些干部 这个是匪夷所思的 没有一个政党是会这样运作的 还有他说 那梁振英 梁振英又不是民建联的 又不是工联会的 是吧 那你选举论坛问 民建联工联会 为什么梁振英这样 那梁振英大家都反对他收这些钱的 是不是 那问题现在不是梁振的问题 他说的是你的问题 你也不回答你自己的问题 选举论坛在那里跟他辩护 老实说这些人 大家都知道这些人 甚至可能也有些 都识下的 过去 但是为什么他们要搞成这样 那我作为一个 就是台湾一段时间 看见真是惨不忍道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所以泛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些支持者不想 不想面对现实 现实就是他们已经堵落 现实就是他们已经变成偽善者 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偽善建制派 因为他表面上反但其实上是配合 你看看医委会的条例 草案条例 草案条例 民主党是贊成的 二独的时候 那你说 不是 等到二独过了三独 就可以辩论 但是问你 你的党的立场是什么 你没有可能在二独上贊成 跟三独上反对 更何况 你二独的话 你反对一样过的 你没有一个理由 因为你想在三独上辩论 所以你先让他过了 接着投资成 不是的 你投反对他都会过 那是怎样的 那是你做的 你做的表态就是 你基本上是 你贊成 你是在配合这件事情 到时候三独 你就做个样子反一下 所以民主党 就是不用说了 民主党的确就是卖香港 所以这个是 对很多人来说 很难接受的现实 但是事实上 他的选票一直下来 就是之前 毓敏我们都说的 你以前 最大党的时候 六十多万票 到最近 二十多万票 今年不知道 只剩下多少万票 我告诉你 不消灭民主党 香港这些政客 就没有给他一个教训的机会 所以一定是要消灭民主党 有人说 喂 你为什么要消灭民主党 我说是民主派来的 你不是消灭民建联吗 你民建联有中共支持 你现在民主党 你应该在体制内 跟他翻桌 是吧 跟他支持到行 结果不是 那不是 你便换一些 可以是的人进去 现在问题是这样 中共 几十万群众 百几万去过 许勝革命 接着被他们扯后腿 没有办法 有一个全面新的一个政治的氛围 出了来 想帮他们打江山 结果说 你不用了 OK了 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说完 梁振英叫他下台 接着十月二日早上又说 有文政报告 又说不用他下台 接着现在九月又说 九月公投梁英去留 投民主党等于支持梁振英 是公民党 公民党 也是 他们都是用这个数目 将梁振英打 大家都打梁振英 问题是你打 是否真的还是假打 很明显是假打 几十万人上街 明明就要求他下台 差不多他要下台了 如果你还是几十万人 一直下去 每天几十万人在街上 他是不是要下台 你不是啊 根据民党叫人撤走 泛民叫人撤退 接着又扯后腿 又拆铁马 又开放一些占领区 接着又叫旺角那些占领者 回到金钟 听你的大台说话 你愚蠢的 结果什么 听你的大台说话 就是叫大家撤走 最终当然不会理他 所以 泛民 大家要说回 现在我们 我都说 这段时间最好 我们在空气中和大家见面 最主要就是 如何帮大家 或者一起想 如何说服这些 所谓泛民黄思的支持者 你醒了没有 你不要说不可能 因为其实 很多人都慢慢慢慢觉得 喂 真是不行 所以你不要放弃 大家不要放弃 只要多一个人觉醒 那泛民就输一票 泛民输一票 当然是投给那些 可以和你进去反台的 那些 那你哪个可以进去反台 那大家去决定 投哪个 我这些也不方便说 但是 那我们 到底怎样说服大家 不要投泛民呢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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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分享 怎样 你和亲戚朋友说 不要投泛民呢 你刚刚说他那些例子 就是 你便告诉他 事实上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去过 雨上革命街头 你都明白 你都知道我说什么了 我 喂 他们说反暴力 跟着我们去占领龙和道 那时 那帮狗策 就困住我的脖子 拉回我进去 用暴力方式 不让我们 扩展这个 占领的范围 喂 这帮人是在做这些事情的 那是不是偉善呢 接着说不是啊 怕你占领龙和道 解放军要出来啊 那周永康那些 你11月30号 不是叫人升级吗 臨到很多 占领都强老之末的时候 叫人升级 接着证明给你听 哇 升级没用的 你10月2号 如果这样升级 有没有用啊 你说 当然有用啦 你拖到11月30号 叫人冲 自己躲起来 你看这些 这些怎么样 大家 OK 你说支持年青人 这些年轻人就是这样 没有份啊 有些真的很勇武 很多我认识的 是吧 但你做领导那些 大家听他说话的那些 都是这样的 那怎么搞啊 接着 我们香港到底 有什么未来 喂 我们怎样说服大家 就是 怎样说服大家 怎样说服身边的人 不要投泛民先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 有什么想法 刚才你讲到民主党 或者整个泛民 其实都是的 他们开街站又少了 那你就提到 哎 他们慢慢都 影响力消退了 这个资金又短缺了 令到可能 令到选举工程 就做不到很好 但是 其实 叶普城 整个叶普城 都没钱的 四月做到现在四个多月 那里面那些人 其实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 投我们票的人 而他们 除了投我们票之余 出来帮忙 街站又好 就是他们各种 不同的技能 和能力 影响力 都发挥出来 这个就是市场 里面 我们叫做超级粉丝 super fans 就是我们有这些 铁票 但是大家的铁票 如果你还没发挥 这些影响力的时候 你就会发挥 能够帮忙做的 出来做 帮忙拉票 帮忙拉票 就是尽量花很多时间 现在香港的整体 是觉醒的 整体觉醒 就是不单是叶普城的人 普遍的激进派 本土派 已经是懂得做 这个超级粉丝的角色 是去周围拉票的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 不要没有信心 我们在一个上升轨道 我们要继续拉 而且你拉完之后 就会再拉 而且你不要想着 有些人拉不到票 就不要不找 大亨都试过 在街站遇到一个 怎样看都是建制派的人 听完他解释 这个永组基本法 就拉到那条票 你猜不到会拉到票 都会拉到的 所以我想拉票 其实就不需要 我想韜可能比较熟悉 你要说些什麽 不说些什麽 但有时你去做 已经是一步 你不做 就没有 你找十个人说 你可能 你拉到多少票 你都猜不到那麽多 就是有人 开始的时候 会觉得 有焦虑的 你未试过 甚至是未成功过 你拉拉一下 就越拉越多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做街站 人人都是第一次 下去 你起之直 都不会起 那你做完一次 那就会 做完两个星期 你可以教人 这个根本就是 在热普城的选举工程里面 一个事实 很多人加入的时候 什麽都不懂 现在已经可以教人 怎麽做 一样的 就是 学习过程中 那当然是 都要认同 就是 认同 那个 理念 是吧 就是 就是 我们常常都会 就是 想想一些 譬如我之前提到 梟雄 就是梟雄 可能複雜了些 就是 我的说法就是 你找些梟雄 你 梟雄才够到港 你找些官仔骨骨 是吧 純雄此白 那些义打鹿 你全周街都是 你随时找个白领 是吧 找个什麽司 周街都是律师 是吧 公民讲的什麽司 什麽司 大家听完之后 很厉害 就是 这些真是 怎样 当然这是形象问题 但问题 现在香港需要什麽 香港人搞到的地步是什麽 香港搞到的地步 就是 人口不断地清洗 是一百万中国来的移民 那这些移民 根据最新的所谓的调查 那都明显啦 我们都是倾向支持 就是所谓建制派的 那 那最终是香港怎麽變呢 香港在被人口清洗的状况下 中港没办法驱革的情况下 那香港就是 最终2047就被 我常常都说实质并吞 实质并吞就是说 你已经分不出香港和不是香港的地方 甚至名字都改了 我叫深港 或者深港融合之后 直接叫深港 没有香港这些东西 到时是实言 不是实言主权 是实言亡港 实质并吞 实质并吞 这个不止是有可能 还有这个根本上是 邓小平他们的男徒 我的了解就是 他对于香港 澳门和台湾的做法就是 希望建国百年的时候 完成他所谓 一统中国的大梦 那这个是他们百年建国 百年统一的计划 所以他一直在计划 那些东西 其实他将台湾 香港和澳门 在很多年之前 就当成是中国一部分 来规划 所以大家都觉得 港珠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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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1997才规划 只不过是起到现在 都还没起好 是1997年已经在规划 只不过是真正你可以 在香港这边开始动工 只是一定要在1997年之下 只是借户影商把口推销 是啊 港珠澳大桥 变成一个所谓 一日的生活圈 你想想 将来变成一日生活圈的话 深圳 珠海 澳门 香港 一日你可以全部走 香港就融入了 这个所谓珠江三角 这个经济体里面 其实你是很难受 很麻烦的 其实已经是 最主要是说这件事 就是因为台湾 国务院都在规划 将台湾当成自己的国土里面 在规划 一条大桥 两条 一条是在高雄 一条是在台北 或者甚至在海底隧道 很多方案 国务院已经批了两条大桥 你想想 两条大桥 真的很大工程 但是问题 重点是 它已经将台湾 变成狼中物的规划 即它那个统一大业 是在说这件事 如果大家 回想 那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不好 你说呢 第一房价 房价是谁搞出来的 房价 香港变得这么高 香港现在是 我经常 上个星期也有提到 房价的比例 十七点几 即是你十七年不吃不住 平均收入的人 才能买到平均楼价的房 的房 的房 南韩 南韩是说六点几 八年左右 八年 即八 所谓四小龙有什么都好 其实香港的状况 是因为中国的影响最大 当然台湾和南韩都有 韩国最近的出口都跌 台湾也是 之前一直都负成长 但香港是直接被影响 房价这么高 那怎么样 重点不是你有没有房子 是你的子女有没有房子 你的子女 你说不是 我有层房子多正 三百万 现在升到一千百万 我问你 你子女要结婚 你住不住你三百万的房子 住不住那里面买房子 买房子 买房子又怎样 买一千百万的房子 那怎么买 那你是不是要帮他付首期 是啊 可能你要帮个五百万的首期 那你的五百万 原本可以自己用的 你结果要给子女做首期 那你大家的可支配的收入 其实实际上是大量下跌 那子女就依靠父母 其实现在台湾也是这样 因为你根本没办法 你自己大学 你读大学 借钱 借完钱 有些学生 还钱也有 还七百年 十年都有 借了大学的钱 现在可能大学费更贵 所以你 根本一生下来 你但是长大 根本就成为奴隶 你一生 就只可以 只可以 即是 迎迎逆逆 和你可能一日是做十二个钟 那你的子女 其实是这样 那很多中产说 那我ok啊 那问题是你的子女 怎样啊 那这些是什么 那这些 那这些 全部都败了中共 那但是它的影响 贪官下来 买了那些物业 是吧 那些铺很多 其实都是他们那些 那些真正中资买下的 那些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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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贵的租 那他们就收租了 收租一个月 几十万 几百万 都有的 有些铺 百几万 港币说的 百租的那些铺 那些铺 不是很大的 那整个统治阶层 其实是在换血 在换中国的权贵 我常常都讲的例子 不止是高层 中层那些都已经换了很多 在外面回来的人 都是中国 那他们的概念就是 我是中国人 那北京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所以 你民主是什么 你的报纸 你支持民主 就抽你的广告 是吧 明报的 你就没有广告 全部没有广告 那可不可以 慢慢跪下了 跪下了 那怎么办 只剩下少数 非常少数 甚至 甚至连苹果 都 就得不到 都不行了 那怎么办 所以 大家说回 理解一下情况 告诉你的朋友 香港需要改变 如何改变 当然就是 找一些新的人进去 你不要说年不年轻都好 总之有新的人 敢做敢为 是吧 愿意牺牲的人 其他那些 就是出水的那些 就不用想了 你哪个敢做敢为 还有 有一点 我们最近常常说到 有一点就是说 当我们讨论 那怎么办 香港现在到底 最重要的是什么 的议程 即是agenda 很多人的文宣 两位可能都收到 很多人都可以说 政策 愿景 接着 民生 工联会 民建联那些 他们都说 什么 不要乱暴 聘民生 喂 哪个的民生 怎样聘到民生 现在在这个状况下 其实是跟国民党说 拼经济一样 是的 所以欺骗你 其实是 那些贪官 或者那些权贵 拼自己的经济 拼自己的经济 那又怎样 就是这样 没办法 怎样有办法 你现在最少还有一票 所以 但重点就是 不是说讨论政策不行 而是说 政策这些讨论 已经是次要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 整个基本法的有效问题 面对的是整个政治生态 完全被操控的问题 那所以 最top的priority 優先 那个选择 或者那个考虑的 的点 一定是政治议题 甚至是牵征议题 是吧 就是 因为 最近都经常都说 大家越来越觉得 是的 2047年 那这些 地契啊 楼契啊 那怎么办呢 你现在可不可以 政府的规划 都影响到政府规划的哦 你规划不到2047年之后 怎么办呢 那所以 所以二次 所谓二次前途问题 确实一个问题 那怎么处理啊 哪个可以提出 真正可以提出 处理的方式啊 那大家可以提出 你看一下 派出来的那些文宣 哪个 哪个 哪个有讨论到这些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我们今次提出的东西 是整个香港正式破天荒的 真的告诉你 有一个 可以打破困局的机会 不过第一节的时间差不多 所以我们下一节继续讲 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么个人 板凶 店 店 店